美股拨护二阶专利 大家好 我是美头军 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2020年对于美国股市来说 是非常特殊的一年 一边是史无前例的疫情 导致着经济疲软 另一边是美国牛市下资本的狂欢 疯狂的2020 美股除了屡创新高外 还用着另一种方式 书写着资本的贪婪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 IPO 3月份美股大跌时 原定的很多IPO都选择了推迟上市 多数人都会认为 在如此险恶的经济形势下 选择上市是自寻死路 不过谁又能想到 美股IPO市场从一片死寂 到如今的所有公司 都削尖了脑袋扎堆上市 仅用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 截至9月底 今年的IPO募资总额 达到950亿美元 已超过了除14年外 过去20年任意一年 全年的IPO总额 要知道 2020年还有一个季度没有过完 之后还有诸如Airbnb 等众多公司等待上市 照目前这个趋势 2020年很有可能超过 互联网泡沫的 99和00年 成为史上最强IPO年份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 让如此众多公司 扎堆上市 是市场的利好 还是泡沫的重演 美股IPO里面 又有什么你不知道的猫腻 我们普通投资者 又该如何把握 这波IPO的机会呢 今天美头君 就跟大家深入的讨论一下 这个话题 今年最炙手可热的IPO公司 目前为止 当属云计算公司 Snowflake了 这是一家之前默默无闻 上市后却掀起 轩然大波的公司 Snowflake其实上市前 就遭各路投资界大佬疯抢 连股神巴菲特 都没能禁得住诱惑 大手笔注资Snowflake 要知道巴菲特 一向对科技股不敢冒 而且买公司 必买已经实现盈利的成熟公司 像Snowflake这样 没有实现盈利 还是即将IPO的科技公司 很难想象会是巴菲特的目标 种种利好下 原定在75美元的IPO价格 上市前就两度上调 最终定在120美元 没成想 Snowflake上市后热度不减 当天一度冲破300美元 最终收盘至250美元 股价当天就翻了一倍 Snowflake IPO的疯狂 其实仅是2020年 IPO市场的一个缩影 2020年所有IPO公司 平均第一天涨幅 达到22% 这些公司至今的股价增长 平均也有24% 与2019年的IPO灾年相比 这样的表现 着实有些令人意外 老股民可能还记得 去年被寄予厚望的Uber Lift等大公司的IPO 上市第一天就崩盘 此后越崩越狠 让信封IPO的投资者 蒙受了不少损失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使得2020年的IPO 不管是从数量上 还是表现上 都超出预期呢 要想了解 为什么2020年IPO井喷 就得先了解IPO的基本原理 IPO的本质 简单来讲 就是利用自己公司的估值 来圈钱 因而有两点是IPO成功的关键 一个是估值 一个是钱 影响公司估值的因素 美头军之前视频中介绍过不少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低利率 低利率降低了公司 未来现金流的折损率 因而估值也就提升了 另外低利率 同样能够增加股票市场的热钱 如今超低的利率 导致债券的收益率 几乎毫无吸引力 资本也不得不转移至 风险和回报都更高的股票市场上 而股票市场上的IPO 自然也就能分一杯羹 另外 你仔细观察历史上IPO 井喷的年份 几乎毫无例外 都是典型的大牛市 牛市中公司的估值 也会水涨船高 热钱也有动力涌入 等待上市的公司也不傻 除非急需募资用钱 否则都会选择在牛市中IPO 这样才能以更低的成本 募得更高的资金 同时美联储在IPO井喷中 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上文提到的低利率政策外 美联储也不乏其他救市政策 在今年三月 一二级市场募资全部失灵 市场信心遭到重挫时 是美联储不断出手 大规模购买企业债券 才是市场重振信心 公司们也逐渐打起精神 重回市场 五六月份时 一些公司开始重回IPO市场试水温 表现出奇的好 也给后面的公司以极大的信心 投资者也愿意买账 就这样 雪球越滚越大 到了八月已势如破竹 纽交所的发言人称 以往的八月往往是一年中 IPO最平淡的时候 因为多数投行大佬都休假 享受夏日时光去了 今年的八月 却是一三年十月份以来 IPO最繁忙的一个月 今年的疫情 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 虽然疫情导致了大量行业陷入困境 失业率居高不下 但同时 疫情也加速了一些行业的发展 比如科技行业和医疗行业 今年的IPO 有一半都是来自于这两个行业 不仅仅是IPO 美头军平时也会关注一些初创企业 今年也是科技类和医疗类的初创企业 紧喷的一年 其实这对于市场发展来说 是一件好事 我们也没必要把IPO募资 当成完全的贬义的圈钱 在科技和医疗需求量陡增的今日 相关公司要想实现快速发展 满足社会需求 就需要大量资本的助推 比如上文提到的Snowflake 就是一家基本面良好 并且在过去几年 飞速增长的公司 随着疫情期间远程办公的增加 对于Snowflake云计算的需求量也陡增 Snowflake也需要额外的资本 来实现快速增长 以满足需求 因此选择合适上市 并不仅仅是个投机的决定 也存在实实在在的发展需求 说到这儿 今年IPO的井喷 看似是个积极的现象 但是各位看官 先别急着上手IPO投资 这里面还藏着不少猫腻 需要投资者擦两双眼 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空壳公司IPO的泛滥 什么是空壳公司 空壳公司有名Spec 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 是以收购为特殊目的的公司 其募资的目的 就是为了收购非上市公司 并通过该收购 让后者上市 这种手段也被称为借壳上市 Spec本质上就是一个庞大的现金池 它本身没有任何业务 自然也不存在什么业绩 也就没有什么基本面可言 因而 比起传统IPO来说 空壳公司的IPO 并不需要提供太多历史信息 上市手续简单 时间也更短 这里面猫腻可就多了 在借壳上市的操作下 美国证监局 SEC直接监管的是空壳公司 而不是其收购的实体企业 理论上 只要空壳公司背后的老板乐意 什么公司都能够轻松实现上市 而且更诡异的是 空壳公司面临的监管和审核 比起传统IPO公司来说 还要少许多 这就给空壳公司们 留下了更多腾挪的余地 就是这么一个看似都有点不合法的操纵 却成为了今年IPO的主流 下图为近6年借壳上市的募资额 可以看到 今年空壳公司IPO的募资额 在还有一个季度没有过完的情况下 已经来到了400亿美元 占今年IPO募资总额的40% 甚至要高过炙手可热的科技类和医疗类公司 这种借壳上市的方式其实一直都有 以前每年的占比也不过是9% 今年却异常泛滥 明眼人可能看出来了 这种所谓的借壳上市 比起传统IPO来说 风险更高 投资者投资空壳公司IPO时 几乎是在没有任何投资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为这些空壳公司 没有任何经营历史 有人将其比喻为 你投资的是骑师而不是马 你能做的就是对骑师有信心 可以说 买借壳上市的IPO 买的就是一种信念 借壳上市的一个典型案例 就是今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电动车品牌 Nikola Nikola刚上市时 就被拿来与特斯拉进行比较 有人甚至认为 它在未来有动摇特斯拉电动车地位的可能 接着特斯拉暴涨的东风 Nikola的股价也从今年4月的10美元 暴涨至6月份的90美元 一家连一辆汽车都没造出来的公司 市值竟超过了老牌汽车品牌福特 Nikola的未来能否动摇特斯拉我不知道 但是它的过去很有可能是伪造的 9月10日 一家名为Hindenburg的研究公司公布了一篇 关于Nikola的六二七页研究报告 报告中详细地指出了 Nikola是如何提供不实信息误导投资者的 这其中就包括了子虚乌有的科技和不切实际的预期 Nikola的股价也硬生下跌 目前股价停留在24美元左右 距离6月份的高点已有超过70%的跌幅 可见借壳上市的风险是不容小觑的 但你不要以为投资者都是傻子 其实他们对于这些借壳上市的风险也一清而出 那为什么今年借壳上市还是能够大行其道呢 主要原因是僧多周少 上文提到市场上的低风险投资回报率过低 导致很多资本不得不转移至高风险的二级市场 加之市场上的热钱增加 导致IPO的需求量斗增 可是像Snowflake这样 具有良好基本面和上升空间的优质IPO又太少 投资者不得不承担更高的风险 去选择其他高回报的机会 而资本的嗅觉永远是最灵敏的 这也最终导致了借壳上市的泛滥 可见投资IPO有机遇也有风险 那么在这疯狂的资本下 我们普通投资者要怎么做 才能在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 也能分一杯羹呢 梅头君给大家看一张 过去40年 所有IPO的收益表现图 图中最左边一列 是IPO公司上市时的营收规模 第二列为该规模下的IPO数量 第三列为上市当天的收益表现 右边三列为买入 并持有IPO三年的收益表现 右三为IPO本身的收益 右二为减去大盘 在三年间的收益后的调整表现 右一为减去行业 三年收益表现后的调整表现 可以看到IPO首日暴涨 已成定律 而且营收规模越小的公司 首日涨幅也越高 不过投资者需要注意 虽然首日涨幅普遍较高 但这并不意味着 你IPO当日买入股票 也能吃到这部分收益 因为首日涨幅 是根据IPO定价计算的 这个价格多数人都拿不到 承销商会先将IPO股权 分发给各大投资机构 大机构分完 才会留很小一部分 给机构旗下的券商 分发给散户 而且这些散户 往往也需要一定的资金门槛 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 得到IPO的股权 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 IPO股票的开盘价 才是我们能够买入的价格 而IPO开盘价 往往就会大幅高于IPO定价 因此作为普通投资者 想从IPO首日暴涨的收益中 分一杯羹并不容易 从图中我们还能看出 虽然营收规模小的公司 首日增幅高 但是从三年的 买入持有的收益表现来看 营收规模越小的公司 表现越差 而营收规模大的公司 股价表现 则会逐渐与市场趋于同步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 小公司被淘汰的概率 会明显的增加 届时的跌幅 就不是30或50 而是100%的跌幅 这些小的初创公司 多数都是在卖概念 卖理想的阶段 你看到的成功初创公司 可能存在幸存者偏差 多数小型IPO 都是在时代的车轮中 被无情碾过了 连点痕迹都没留下 不过话又说回来 如果你有幸拿到IPO定价股 又没有持有时间的限制 IPO首日涨幅 还是值得一搏的 相反 营收规模大的公司 长期表现也更加稳定 普通投资者 在投资这些股票的IPO时 其实与投资市场上 已有的成熟公司的思路 没什么不同 你不用担心 这些公司哪天就完了 投资完全打了水漂 你需要关心的 就是公司的基本面 是否符合你的投资预期 总的来讲 作为普通投资者 想在IPO中分一杯羹并不容易 如果真想沾光IPO投资 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 是去投资两只IPO相关的ETF IPO和IPOS 今年这两只IPO相关ETF 涨幅也很猛 最后美头军想谈一谈 我对于今年IPO扎堆的看法 我个人是很看好 今年的科技类和医疗类的IPO公司 我认为这对于市场是个好消息 也给了投资者更多的选择 和高回报的潜力 另外 我对于借客上市这种操作 始终保持保留意见 作为一名价值投资者 这种买信仰的投资方式 我个人还是很难接受 不过话要说回来 很多人认为 这样的高风险操作 可能会引发股市的系统性崩盘 重现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 我个人也并不赞成这种说法 即便有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我也不认为会是由于借客上市导致的 因为即便今年空壳公司IPO大行其道 但其募资规模占当前市场的比例 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还不到能够撼动市场的地步 相反 如果能够通过这种方式 快速筛选市场上的一些臭鱼烂虾 并能够多少保留一些优质公司 这对于市场整体的健康发展 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对于IPO投资 你有什么心得和体会 也欢迎下方评论区给我留言 这期视频算是美投君的一种新尝试 如果你们喜欢这种传统股票外 且略带科普的投资内容 请给我点赞或留言 让我知道 咱们一起帮助美投这个频道 发展到更好 如果你喜欢美投君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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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